HELLO 大家好 今天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那今天這部影片 走實來抽一下學員期間限定的Alpha 因為啦 這一次也是那個滿滿的坦豬價值嘛 雖然也是有去刻了一點那個Cash進去 對 那今天就是刻了半單左右吧 就稍微的去多個20抽 那那個 我的目標當然就是把整部系列都抽滿 而且他這一次就是會有24% 那基本上也是一個挺拼運氣的回合了 那這邊的話就事不宜時馬上開抽 唉 真的很危險 沒有 這一次有花錢靠 我那個輝夜姬跟之前的史萊姆 我倒是一分錢都沒花進去 那真的 看這一波 對啦 因為我自己也是滿喜歡他這一次Alpha啦 對 角色部分的喜歡 嗯 強度的話 其實從一開始來說都還好 那這邊一個10抽 希望有一個半個特效吧 因為那個 沒有 這一次啊 畢竟真的有花錢進去啦 不要讓我這麼相信好不好 好 這邊24% 不是吧 24% 有爆彈 有爆彈 24% 有了吧 啊 中層 啊 中層 啊 中層年主 嗯 真的是我目前本層都還沒有的東西 中層年主 啊 不是啦 24% 給這種東西我 24% 嗯 果然還是米希會玩 啊 再多玩一個10連抽吧 因為我這一次就只有刻個20抽啦 然後那個再順便就是往著這個保底的路線 兵發一下 那這邊第一個10連 第二個10連抽吧 啊 真的 好危險耶 老哥 來 這邊第二個 哎 第一顆有爆彈 那而且24%真的有毒耶 停一停好不好 完了 炸開 啊 看保底了 保底特效 有嗎 沒有 啊 看保底吧 看保底吧 因為其實我之所以沒有去刻進到揮葉姬的 我也怕這樣 就是 抽個旗艦限定嗎 呃 兩回拳 有了 唉 有了 果然還是要多多少少 支持一下最頂的坦住價值 哎 OK 阿斯蘭 支持一下我們最頂的坦住價值 對 那個 刻了一點點 然後那個 保 保住的花光 那個 跑到保底 然後終於就有一隻了 唉 之後就唯有就是依賴到這個特約慢慢去轉出來吧 然後那個接下來 就是會來到這個老棒 老棒的賬號 他這一次也是有去給我帶抽到了 然後 只不過他就也是只有一個10連抽 那只能去盾一下這個24% 先不得不講 他其實那個24%嘛 就是偶爾去舉辦一次還好 就是可能每隔一個月嘛 的技術成績都是會有的 但是 他這麼一下來這個24% 就真的是看破手腳了 對不對 啊哈 欸 有爆彈 有機會嗎 喔 這個九雄哥Alpha Nice 這個洗褲水 這個日文吧 這個學校泳裝 靠 它這個也是蠻香的 欸 那也 我也都 那我目前其實我都那個 有去抽到一個半個大獎了 對啊 好了 我阿爾斯蘭 其實我目前我的目標吧 大概阿爾斯蘭的話 也是想說就是多一隻會比較好 到這邊去抽個24%的單抽 對 我目前還有一個24%的單抽還沒轉出來 但是 還感覺還是偏正常發揮 好啦 然後那個 就來到我的燈燈燈這個小號的部分 那我的這個小號了 也是只有一個十連抽 對 因為那個 昨天阿 昨天那個沒有在開直播 就是不停的去掛寶 就掛掛掛 就掛到出來 唉 真的 然後 就看這個24% 欸 第一顆就爆彈 哪裡 有嗎 喔 喔 Nice 欸 那整 那我整部系列 啊 如果撇除掉就是半半糖的賬號的話 那我整部系列我就已經抽齊了 對阿 這一次那個 出的還蠻好的 還有嗎 欸 還有 來 這個 阿 提爾 沒這麼好 提爾 阿 這個十連抽來講算挺棒的 欸 哇 五隻欸 對啊 五隻 然後 只不過那個配件來說就真的有點小小小尷尬 對阿 因為呃 目前就配件來講的話 還是半半糖的那一隻賬號就是入手道 好啦 然後這邊就會來到最後一隻賬號吧 那最後一隻賬號呢大概就是這個LOCKS 對 那大家就可以看得到50顆寶珠 然後也是有保底 那除非這個十連抽吧 就真的是跑出了很多守門員 對 那不然的話基本上呢都可以去看得到這個保底的部分 然後這邊那一按 按一按吧 沒有 我真的想要阿斯蘭多一隻阿 然後那個九雄哥配件的部分也可以多一隻 因為我目前跑 我目前就真的那麼剛好啦 每個都一隻阿 對啊 這邊 欸 不是阿 一隻守門員 兩隻守門員 欸 三隻 有嗎 那你 行嗎 喔 阿斯蘭的房 兩隻 第二隻 唉 雖然沒保底 但是我覺得啦 還是可以去拖他到後面 還有五顆蛋 還有吧 還有吧 應該沒有了 好的 嗯 所以 保底 剛好被守住了49 那應該就是後續的影片或者YTShop 直播的時候會去更新一下吧 我也懶得去掛了 然後那個 今天這部影片阿 因為本身就是 也不是什麼合作啦 所以那個保住的數量 在目前當下的時間點來講 也算是比較少啦 那今天這個小秋一下 那我這個兩隻阿斯蘭 然後就是一隻九熊哥 一隻就是火屬性的那一隻 其實那個我就影片裡面有講過 那基本上撇除掉配件的部分 那就打手來說的話 其實阿斯蘭也算是偏大獎啦 對啊 所以那個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抽得到 這一次旗艦限定最頂的坦住價值吧 好吧 那影片的部分就到這邊差不多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按按個訂閱 那就到這邊囉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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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